那这个是响应我们今天的书醒日活动 帮我们原本的食书做一点调整 书醒111这一天咖啡餐厅业者菜单大调整 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蓝带主厨 他来特地帮我们做就是这类蔬食料理的一个烹调 所以口味的部分应该也都蛮多人会喜欢 因为我们平时menu上面有这些料理 那客人的反应也都还不错 响应世界书醒日这间美食广场热情响应 像是这家日式餐厅在111这一天全面提供蔬食料理 彭主食美豆餐店保有日式风 我饭团天南新鲜蔬果食材是精心特制 汤头也换成了一些就是海菜 就是新鲜的食材去熬制出来的汤头 那当然也是基于健康的理由 所以就会不管是我跟小孩 或者是我们全家其实都比较偏蔬食的料理 偶尔会救一下同学 然后就说今天要不要吃蔬食 然后同学都很配合 就是大家会说那就一起去吃 换个口味健康无负担 还能爱地球 中午用餐时段高普满座 就是最好见证 吃的部分全面性都是吃到就是蔬食的概念 对 十一天天会觉得 就是一种创作的感觉 其实他们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在大直经营了七年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 那透过我们一点小小的力量 怎么样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 然后让这样的很棒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都知道 那未来的每一年我们希望能够固定的举办让它发生 一个人以参数号召电架响应 为减换地球暖化速度 尽分尽力 大一期视频是小时节的李明华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Moon